如何在工作、生活、学习中明白神的旨意? 答案就在《上帝的指纹与今日》系列节目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是《上帝的指纹与今日》第25集 我们今天的课题是信而顺服的方法 我们来看今天的课题做两点提示 圣经中有不少的学习 是跟明白神的旨意有关联的 比方说慈爱与诚实 公欲与和平 谦卑与尊荣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一位神 是一位可靠的神 是一位信实的神 中国的汉字 它是一个信字 信的 左边是人 右边是言 也就是说 一个可信的人 就是要守住自己所说的话 化若其人 所以信而顺服就是相信神的话 顺从依靠 守住神的话 守住神的真理和道 可以说一个人一生是学不完的 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 只要是在时空里面活着的 但是 他的心可以完全 圣经说 你们要追求完全人 信靠 信而顺服的方法 是一个不容易看见的立竿见影的方法 但是最终一定会看到神的旨意 今天的见证是讲到一个吴弟兄脱胎换骨的故事 有一位吴弟兄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他刚来大学的时候 他周围的人非常不喜欢他的习惯 脾气、个性 他的语言能力非常强 但是麻烦的是 他的语言经常引起周围的同伴同学 非常的搅扰、困惑 话很烦人 但是信主之后 他就彻底变了一个人 他一年的变化 胜过很多人十年的变化 他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不说话了 很少说话 但是他一说话 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听 所以吴弟兄就开始学习用最真诚的信靠的方法 他来追求神 他也来对他周围的人 我们今天要讲的见证 就是吴弟兄把他的婚姻大事交给神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大龄青年了 在1979年的时候 他很难找到对象了 但是他完全相信神 他的故事是非常精彩 跌宕感人 甚至他的婚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上帝给他一个启示 就是 神会给他预备一位外籍的 妻子 所以他在这个上就受了七年的试炼 最开始神让他跟一位英国来的一位姊妹认识 而且两个人都有神的启示 但是后来这位英国的姊妹 心里面有惧怕了 他就退了 这个事情对周围所有的基督作众是个沉重的打击 难道神的话不可信吗 难道神不听祷告吗 但是奇妙的是 神在美国兴起一位宣教士 一位美国的姊妹 专门就是到 中国去 然后呢 就遇见了他 而那个时候吴弟兄已经被 分配工作到云南的一个高山上 根本见不到人的 神奇妙的 让这位美国的姊妹 来认识他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直到今天 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 我已经写了这个文章 在《生命记刊》的创刊号上已经发表了 感动了很多人 所以我会把这个故事放在 华木的网站上 大家去看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 用性而顺服的方法 明白神的旨意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也就是本课的真理和属灵原则 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我来念圣经 是罗马书4章17节到24节 这里讲到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 史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 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也就是信心之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是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为一知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 这段经文很长,但是非常重要 他有信心的三个秘诀 第一 信仰 第二 信念 就是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 第三 就是信心 很多人不明白 信心其实有三个层面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相信神 叫做信仰 我们相信神的存在 我们相信神的 永远 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慌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中间缺了这几个环节 亚伯拉罕也是在试验的当中 他有信仰 他认识这位神 但是他的信念 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 他说神啊 你还给我 什么产业 什么后裔 我连孩子都没有 所以他那时候有个信念 就是 或许神是对我说的话 是一个应许 这个信念就是一个想法 借着这个想法 他的心没有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并且满心相信 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三件事情 信仰 信念 信心 所以信仰就是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 叫死人复活 史无变为有的神 这是第一 信念是什么呢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这个就是信念 然后就是信心 虽然想到自己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的信心不软弱 反而得坚固 这是三个秘诀 好 我们来看今日的学习 认识神的旨意的 第二十五种方法 信而顺服 这里讲到 第一 信心的三根秘诀 信仰 每个人都有 神的存在 和神的同在 第二 信念 信念的意思就是像圣经上保罗所说的 既然这样 如此看来 就是神逻辑的方法 借着神的真理的逻辑的方法 属灵的逻辑方法 说 接受神的启示和应许 既然这样 如此看来 我们就应当怎样 这个就落到最后的信心 就是信而顺服 信靠 交托 放下自己的意思 信而顺服的关键和秘诀 就是很多人的信心 是没有跟顺服紧密结合起来的 一个有信心的人 和一个信而顺服的人 还是有不同的 第三 为什么亚伯拉罕大胆用信心的方法 来认识神 来明白神的旨意 来走人生的道路 给大家一个提示 其实 亚伯拉罕做了很多信心的实验 甚至他有很多的失败 另外 神也是亲自的向他显现 也让他有亲身的经历和成功的案例 所以 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空洞 不是咬紧牙关 不是喊口号 而是他有真正的经验 和神真理的话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作业 三个作业 第一 思想亚伯拉罕的一生 看看他在信心上的学习 有哪些私下的暗中的操练 请至少举出一个例子 第二 上帝在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之前 神已经试验过他了 请举出一个例子 神是怎样试验他的 第三 罗马书里面提到的亚伯拉罕 为什么不是说 神是息在永在的神 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 反而罗马书里说 他是叫死人复活 始无变为有的神 为什么 愿上帝祝福大家